美國第七艦隊的阿里柏克級導彈驅逐艦巴里號 在上個星期五、9月17日通過了台灣海峽 這次是今年以來美國海軍第九次過境台灣海峽 第七艦隊發表聲明表示 該艦通過台灣海峽是根據國際法 在國際水域進行的例行活動 是國際法所容許的飛行、航行等活動 顯示了美國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 隨後中共東部戰區司令部宣布 它會派出部隊追蹤美國船隻 該戰區司令部在9月17日部署了海軍和空軍部隊 包括作戰艦艇、魚警機和轟炸機 在台灣西南部水域開展聯合巡邏和軍事演習 並表示還將會定期組織類似的軍事行動 在今年下季中共的戰鬥機和艦艇 幾乎每天都在台灣附近進行聯合攻擊演習 特別是中共空軍作戰飛機入侵台灣 防空識別區的密度和規模都不斷升級 在9月17日 6架J-16、2架J-11、1架Y-8反潛機 和1架Y-8電子偵察機 共10架中共軍機入侵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台灣的空軍出動飛機全程監視 並調動防空武器進入戒備狀態 巴里號導彈驅逐艦過境台灣海峽 是在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軍演漢江37落幕的同一天 似乎是為這次模擬反中共登陸作戰的演習畫上句號 為其5天的全國性演習 旨在測試在中共入侵情況下 台灣的戰鬥準備情況和應對措施 9月18日 台灣國防部表示 台灣方面徹底掌握中共9月17日 在台灣西南海岸附近水域的軍事演習 台灣面臨的潛在安全威脅 以及該地區的局勢 並對其有全面的評估 台灣不僅在應對中共的軍事行動上作出準備 也根據中共近年來的威脅升級 還在未來軍事裝備發展上作出應急的調整 9月16日 台灣行政院通過了海空戰力提升計劃 採購特別條例草案 台灣行政院表示 為了提升戰力應對敵情威脅及迫切的國防需求 將會在2022年到2027年的5年之內 列偏總計2,400億元新台幣的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計劃採購的裝備 都是台灣自產自製的武器 包括岸置反艦導彈系統 陸機防空系統 野戰防空系統 無人攻擊飛行器系統 萬建飛彈系統 紅星飛彈系統 海軍高效能艦艇 海巡邏艇加裝戰時武器系統 台灣國防部表示 這些條例會在符合公債法 財政紀律法的規範下配合行政院執行 希望這些條例可以達到提升戰力 武器自然自製和促進生產就業等效益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出 中共軍機軍艦擾臺的頻率次數日漸增加 因此需要為維護台灣國家主權和人民安全做好準備 這次軍備採購以台灣本土自製為優先 因此也有利於帶動台灣的國防產業供應鏈 台灣行政院在今年8月底 剛剛通過了2022年度的總預算案 其中國防經費包括總預算 加上新式戰鬥機特別預算及特種基金 總計達到4717億新台幣 其中包括66架F-16V新式戰鬥機採購的特別預算 401億新台幣 而2400億台幣的特別預算 是在2022年4717億新台幣的國防預算上增加的